不知不觉,如今已经是农历七月份了。 这几天,小编就发现了,村里的年轻人多了起来,后来一问才知道,原来是中元节快到了,这些人都是回来祭祖的。 确实在小编的家乡这边,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是一个很受重视的传统节日,每年的这个节日期间,无数在外打工的人都会返乡。 这也说明大家都对孝道还是很重视的,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,哪怕离家很远,也会赶回来。 说起农历七月份,在民间还有这样一句老话,男怕七月,女怕腊月,那农历七月份已经到了,为何男人会怕这个月份呢? 还有道理吗?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男怕七月是什么意思? 这句老话的意思是说,对于男人来说,在过去一年中,最怕的就是农历七月份了。 小编是南方人,在过去一年中,最怕的月份也是在农历的七月份。 有些人可能会说,七月份不正好是暑假吗? 小孩子有什么好怕的呢? 那是他们不了解过去农村的情况。 在农历七月,正值盛夏,这个期间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,也就是三伏天期间。 而这个时候却是南方水稻产区双抢最未繁忙的时期。 所谓双抢,即抢收早稻,抢插晚稻,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农事活动。 在这个月份,太阳如火球般高悬,大地被烤得滚烫,空气中弥漫着稻香与汗水的味道。 男人们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,承担着最为繁重的田间劳作。 他们须顶着烈日,挥舞镰刀,将一片片金黄的稻碎收割入仓,随后又须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晚稻的插秧工作中,确保后面的丰收。 这样的劳动强度,对体力与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。 长时间在高温下作业,不仅容易中暑,还容易引发各种疾病,这是由过度劳累和高温环境共同导致的身体不适。 毕竟在过去,机械化不普及,基本都是靠人工来完成,这是非常繁重的农活,因此就有了难怕七月的说法。 而如今,基本都是采用现代化收割设备了,农民也方便了很多,所以很少人提起难怕七月了。 当然了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七月是收获的季节,男人害怕,就是担心收成不好,这样家人就会挨饿了。 这个就和孩子们期末考试以后,没有满意的成绩,不敢面对父母一样的。 女怕腊月,又是什么意思? 通过前面的理解,肯定很容易地想到,女怕腊月指的是对于女性来说,特别是家里的女主人来说,一年中最怕的就是腊月份了。 农历腊月,这是农历年的最后一个月,虽然马上就要迎来新年了,但也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。 对于女性而言,这个月份同样充满了挑战。 腊月里,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做准备,打扫房屋,腌制腊味,准备年货,缝制新衣。 这些看似琐碎却繁重的家务活,几乎全部落在了女性的肩上。 尤其是在过去,物质条件相对匮乏,许多年货都需要手工制作,如蒸年糕,包饺子,做衣服,打扫卫生等等,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 而腊月又正直严冬,寒风凛冽,女性们在冰冷的厨房里忙碌,手指冻得通红,却依然要坚持下去,只为给家人带来一个温馨。 热闹的春节 女怕腊月,不仅是因为寒冷与劳累,更是因为这份责任与爱的沉重。 女性在腊月里的付出,是对家庭深深的爱与责任的体现,她们用自己的双手,编织着家的温暖与希望。 而在新时代了,生活水平提高了,现在不需要像过去那么忙碌了,因为很多的年货都可以直接购买了,很多的农货也被省掉了。 如果自己干不过来,或者是不愿意干,还可以花钱请人干,所以现在的很多女性也轻松了许多。 男怕七月,女怕腊月,这句老话虽简短,却深刻揭示了农耕社会中性别分工与季节劳作之间的紧密联系。 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物质条件有限。 科技不发达的时代,人们是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,用勤劳与智慧创造生活的。 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迁,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,这种高强度的季节性劳作已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 所以,这句老话,在今天也就不怎么试用了。 现在正是农历七月份,你们干过双抢吗? 还记得这段痛苦的经历吗? 小编是八零后,对此事印象深刻,但非常庆幸的是我的孩子不会像我过去那样去干农活了。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习俗中,农历七月被视为鬼月,话说到了七月初一这一天,地府阎王爷会命令打开鬼门关, 恶鬼就会跑出来游荡人间,在人间吸食烟火,寻找吃的。 直到七月结束,鬼门才会重新被关上。 因此,农历七月又称谓鬼月或者鬼节。 民间老人常说,七月初一地门开,晚上没事别出来, 就是告诫人们,到了农历七月,需要警惕阴间的孤魂野鬼。 尤其是晚上太阳已经落山,阴气比较重的时候,切勿跑出门到处游荡,免得遭遇孤魂野鬼。 特别是对小孩来说,更是如此。 七月鬼节到了,从地府跑出来的野鬼,像赶集一样,跑向田野,跑向村庄,跑向大街小巷。 大人们害怕小孩走远了,魂被鬼勾走了,所以特别叮嘱小孩晚上不要乱跑。 除此之外,关于七月鬼节,民间还流行很多的禁忌讲究。 如今的我们,应该以科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传说故事, 在知道这是一种迷信说法的同时,应该如何以理性的态度, 去看待这一习俗背后的那些奇闻禁忌呢? 我们不妨来一起探究一下,认真推敲, 你会发现,其实老祖宗讲的这些禁忌,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,值得注意。 第一,禁忌半夜庆生。 民间认为,七月正值鬼门关打开的日子。 到了晚上,太阳落山,阳气消退,正是孤魂野鬼活动频繁的时候。 尤其是到了深夜,午夜时分,孤魂野鬼更是活动频繁。 此时,半夜庆生,很容易招来晦气的东西,给身心带来伤害, 所以,半夜的时候,不宜过生日,举办庆生活动。 当然,以上只是民间传统的习俗说法,带有其特有的迷信色彩。 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话,因为半夜正是人体放松休眠的最佳时间段, 夜色渐深,万籁俱寂,生物都进入到了睡眠的状态。 人类劳累了一天,身体早已处在疲惫的状态,此时深夜就应该好好休息, 以弥补一天劳累的耗损,消除头脑的困倦。 半夜庆生,不仅没有让身体得到该有的休息, 反而让身体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更加亢奋激动。 如此一来,就大大耗损了身体,伤害了身心的健康发展。 所以,禁忌半夜庆生,其实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 第二,半夜不要照镜子。 在民间传统文化中,就一直有半夜不要照镜子的禁忌讲究, 尤其是在鬼月节的时候,更是如此。 过去的人认为,半夜照镜子,可能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。 此外,话说半夜照镜子,还会影响到个人的运势,甚至可能看到自己的仪容。 当然,这其实也是迷信说法。 站在科学的角度看,人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, 首先源于古人对万事万物的认知和把握尚未成熟, 对外界的感知仍停留在感官。 感觉的主要状态。 由于夜晚夜深人静,黑夜容易让人类产生恐惧心理, 为此而容易意想出各种可怕的事情。 当然,老一辈告诫我们,半夜不要照镜子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。 首先,因为半夜的时候,人们基本上都处于浑浑噩噩。 沉睡的状态,脑子不清醒,精神状态差, 这时候,突然照镜子,很容易因为不清醒的状态,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而被吓一跳。 其次,半夜的时候,周边一片漆黑, 人眼可见的光线并不足。 这时候,照镜子很容易因为看不清或是画面模糊而感到怪异可怕, 吓到自己。 尤其是但看到自己背后黑漆漆的背景时, 更容易遐想出各种可怕的事情, 进而惊吓到自己。 所以,老祖宗说半夜不照镜子, 不梳头,不看影子,夜不观色, 尤其是在鬼月的时候, 其实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。